我如果早點認識他應該還可以去打磁棒 Ready 本集影片由志豪、郭爐贊助播出 乾爹太棒了 讚讚讚讚讚 讚讚讚 KING KING 我們今天來到江振浩的打擊訓練 不得了 大聯盟等級 從15年到19年 中間跳了一年 個人原因 這是酒醬嗎 酒醬三次喔 雷半再雷半 這真正在講死 不管他的私人行為是怎麼樣 他有辦法在大聯盟生存4年 那他又是亞洲人 一定有他獨特的地方 所以我們今天選擇來到江振浩的打擊訓練 那我們也從他這裡來挖一些技術上的保障 看看能不能挖到什麼新的想法 日職跟美職的訓練我們還蠻多資訊的嘛 結合韓職跟大聯盟的不多 真的為數是比較少啊 那這我們這一次來到美國 我們接觸了非常多的美式的棒球訓練 除了接觸美式之後 我們現在來接觸一下這種韓美式的 我也想聽聽看 他在棒球上面有什麼不一樣的想法 那我們等一下就進去裡面看看江振浩本人了 拜 三年了 他曾經是比賽比賽 他曾經是比賽比賽比賽 可以打擊球或改動 或是比賽比賽 以前在職棒的時候 打任何變化球 對你來講是比較輕鬆還是比較難的 你的揮棒對於變化球來講會比較難打 會導致滾地球 那應該要怎麼 What to do? Just a couple more Take a video 直接用影像分析 他現在好像遇到一些困難 需要我幫他修理嘛 A lot of problem right now Okay, first one When you step Look at your right leg Back too much Like this Your timing leg 你前腳踏下去的時候 有百分之多少的重心放在那邊 30在前面 70% 30% Right Right Okay, next one When you swing Swind a little down Because your top too high 你的好球帶在哪裡 Right here Right? Yes Your hands right here Oh Swind down Oh That's why I travel Next one After hitting This hands Is there 你打重球的時候 你的手會翻過來 目前四個問題 The best swing I will show you First one When he strike 他的後重心並沒有往後板 沒有往後 你看他往前的時候 重心往前移多少 70% 30% And then Where's the hands? 他在肩膀的高度 And then up the head That one 他手沒有翻的反過 Mookie Bass 基本上在大聯盟算是最好的球員 OK How much body weight? 60 Yup Hands shoulder line 手在肩膀高度 揮棒從開始到結束都在同一個水平上面 Oh See that? 可以涵蓋住整個好球帶 Your swing right here Right You can hit Like this way So everybody same thing alright We'll get the your swing 你的膝蓋 你的重心往後 Why? 我們以前接受到的教育就是 重心必須得留在後面 這種打法在球速快的時候 就是完全跟不上 Yes 為什麼你重心都放在後面 就連往前踏的時候 你的重心都在後面 我們以前接受到的教育 這樣子對於變化球的應對 才會比較好 That's more tough Because change up Breaking ball is down I'll show you 你的打擊點還在前面 If you are back right here You can cut it That's it If you're right there You can hit This way Your body 73% Breaking ball change up Can contact Down it And one more thing Work in Straight This power Or That's power You're seeing anger Start rolling over Right For example You're hitting the way up front When you take a bang Right here Your hands Suck right here To the ball You can hit You're seeing like Darway Oh That's why 距離 你的揮棒方式 對於好球帶 是一個很短的一個距離 You're seeing like 所以這樣打變化球 才會有難度 For example Now use your lead Stra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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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 the ball More extended Right here 讓手掌保持向上久一點 OK 合理 A lot of different Right 對 Now You need to change something T Just right here Right 70 30% 5 你現在的重心是怎麼分配 前面70 後面30 Not enough 不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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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 一更多 Right there And Straight This way 這樣子才差不多70 這樣子才70 Do the game 你的肩膀不要一起往前 用你的寬往前 Ready Up Hands Port right there And just leg up Up 上半身停在同一個地方 Up Up I'll show you If you like Oh 上半身不動 That's good position 你這樣子的動作 你前面這邊比較有多空間 讓你的手去做回棒 OK 這邊都是力量 再來一次 Next one Hearing 先踏步 再回棒 盡量內也高飛 先屁股 Inventify 你的上半身又跟著前面一起出去 Oh OK 要分開來行動 先屁股 再上半身 分開來行動 讓你的髖關節帶著上半身飛過去 And then Inventify That's good position 最好的擊球角度是多少 40度吧 20到30之間 是最好的擊球角度 球飛出去的角度 20到30 20 20 這個角度是最好的 角度高一點 That's good position Right 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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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跨步會不會太大 Not too big 不要太大 你只要分開你的重點 其實重點是這一個 5 5 屁股再前面一點 Twist Anchor Anchor Go 這樣子比較多力量 真的耶 來 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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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些球員 他打出去的角度可能是10到15 太平了 內野直接就接殺了 你不想要每一次都是 真的是平飛球 你是要高一點點的平飛球 所以都要20 30度 新學到的正常揮棒 不分斷 把你剛剛學到的全部融合在一起 教你一個比較奇怪的東西 對 你的右肩膀 這個 你會比較近 右肩膀 右肩膀 左肩膀 左肩膀 右肩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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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擊球點要放更前面 所以我都太習慣把體球點放在裡面 擊球點放在前面一點的話 比較有可能打全雷打 我如果早點認識他 應該還可以繼續打直棒 非常不一樣 現在聖地亞哥肇事的一個喊打 二雷手那個 他之前也是來這邊訓練 因為他第一年打得不好 因為他也是有往下批的一個嫌疑 然後他出棒之後也會翻棒 他後來這邊調整之後就好很多了 再來一次 重心 -欸,let's go play again? 會不會明年在大天猛看到我 重複練習這個動作讓他變成肌肉記憶 -再一次 -這是一個玩意的動作 用這個棒子 如果你用太多手腕的話 你會打不到 剛開始拿,應該怎麼拿 -你的手放在這裡 -然後 -打在這裡 -如果你用手腕 -你也可以 太翻了 所以球出去是用旋轉的 你要往上打 這樣不錯 -爸爸 - prede smoothly 他如何了解 還是要後旋 -後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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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 我沒有旋轉啊 為什麼那麼難? 如果你可以把這個學起來的話 你會繼續打下去 你可以打嗎? 後來打 把你拉到這裡 把你拉到這裡 因為你現在往下打 讓他往上飛的感覺 多一點 因為我們都是這樣子飛 他以前在韓國的時候也是一樣的問題 不簡單吧? 不簡單 畢竟球來的時候是有一點往下的角度 所以如果你也是往下批的話 你的結合點只有一個點而已 能打到的地區很小 如果是變化球的話 掉得更快 那個角度更大 你往下打的機率又更少 又更小 以前他在韓國的時候沒有人教他這些 我到今天為止也是沒有人教過 直到今天 沒有人教過 這是他在大聯盟學到的 對於機制方面有沒有什麼問題? 我剛開始試的時候我覺得我的腳會不會跨得太大 不需要太大 只要重心移動是比較重要的 不是你踏得多遠 反而是屁股要往前 對 你的膝蓋在內 不要外面 不是你的腳開 是你的膝蓋往外開 再來一次 屁股出來 這樣才有做到分開來的動作 這樣才有彈簧的動作 這需要長時間的練習 我有一個觀念上的問題 他在大聯盟的時候 假設現在遇到二壘有跑者沒有人出局 輪到他打擊 他會想著要往右半邊攻擊 去推進二壘跑者 還是他就是打他的? OK 那是好問題 大部分的教練會想要你往一二壘之間打過去 這樣子的話 二壘的人可以跑到三壘 沒有錯 但是這個隊隊好 對你不好 你的平均值是會往下降 所以他希望就是你把球扎實的打出去安打就好了 這樣子的話對對也好 對你自己也好 不要為了推進打者往右邊去打 只要把球打好就好 如果今天是世界冠軍最後一場比賽的話 對沒有錯 你想辦法往那邊打 推進跑者沒有錯 但是你平常計賽的話 還是要保持你自己的水準 包含我自己在當選手 還有現在有很多選手一定有這個問題 我知道這個情況我應該往二壘打 但是投手也知道啊 他一定一直很多內角球 避免你往那裡打 計賽的時候沒有錯大家會謝謝你 一結束沒有人會記得你的犧牲 只會看到數據跟你的打擊平均 而數據是左右我們薪水的籌碼 數據是一切 在打職棒的時候必須要自私一點 好的球員每個人其實都是自私的 他們要RBI他們要打點 所以他在韓國職棒也是接受這樣子的訓練 現在還是往下打 那他會這一套是因為來到美國喔 因為大聯盟的選手他們的直球 他們的訴求都是二縫線跟Slider跟Sinker 球是很會跑的 所以必須要跟得上 之前我們都有一個想法受到的教育是 重心在後面我們才有更長的時間可以去判算這個球路 所以我們才會讓重心都在後面 對但是他現在這一套理論顛覆了我們原本學的 很簡單嘛你剛剛也看到那麼多影片了 明明大聯盟的投手都是95-100M的 那為什麼大家還是往前走 這個問題其實困擾我很久 我一直在看大聯盟的選手確實他們都是這樣 那為什麼他們在最高電場是這樣子的打法 一定要在前面接到球 在那個球變化太多之前就已經先打到他 不然的話他再往下掉你的揮棒的角度根本應該不到他 他剛剛利用那個電視幫我解答了一個問題 我之前在打中華職棒的時候150的球 我就覺得我怎麼會都來不及 他年輕的時候也是這樣打 現在韓國很多職業選手也是重心放在後面 之前有一個韓職的選手他打擊率差不多在1.5% 然後他來這邊做了一樣的調整 下一年的打擊率就變成2.8%了 然後現在是韓國打擊率最高的選手 3.4%現在 我認為台灣也會改變 台灣跟韓國職棒都一樣 都還在差不多10年前的水準 都沒有進步太多 日子已經一直往前走了 很謝謝他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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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完出來了我覺得很有料 等級差太多 上一堂課我曾經一度懷疑自己在教學方面全部都教錯 上了他的課之後我才覺得 哦原來我之前所教我的學生是對的 其實包含到手掌持續往上 往天空打 當然下半身下盤這個部分 這個是我沒有學到的 這是我今天學到的 那後面我們也會跟江教練 可能再多做幾堂學習 我覺得學更多的東西帶回去台灣 對於這些小朋友會更有幫助 甚至是職業選手 我覺得他的這套訓練方式對職業選手來說 其實是有很大的幫助 上一次跟這一次學到的東西 真的是要看球員等級來教 小朋友你要教他這樣子 用我們今天的教法來教 我覺得是有一點難度 當然對於最小的小朋友 你讓他們球棒跟球去多做接觸 讓他們產生成就感 這個是對的 進入到科班的學校了 已經是國中生以上等級了 我覺得就是要用這種方式 像我我也沒有把握說我做幾次的調整 我就可以得心應手 這個是需要時間的累積 那我們長久以來都是接受這樣子的訓練 往地上打的訓練 現在突然要我往天空打 說實話那是我在職棒的時候 就已經有接觸過這樣子的訓練 所以我剛剛才可以快速的調整 現在在我身上等於有兩套模式 所以我覺得可能國中以上 科班的學校的學生 就應該要這樣子的訓練方式做一些接觸 那剛剛江教練他也有講 他到了美國大一盟之後 他才發現美國大一盟的重量訓練 訓練量其實是非常大的 他自認為他在韓國已經是做得非常多訓練 但是其實美國大一盟他說他到的時候 他看到的時候是另外一個等級 比他瘦小的人力量還比他強大 我們都只看到畫面上光鮮亮麗 他們打全力打 他們好像很enjoy 他們都在玩 但其實他們在私底下的訓練 是做得非常非常的扎實 就如我們開場說的 不論他私底下行為是怎麼樣 但是他在場上他確實有他的東西 我們來是學習他的專業技能 我們會把所有的影片 會把它盡可能的濃縮在大概20分鐘內 那我們也會剪成長的影片 就是整段的影片 那我們會放在頻道會員 那供大家來做學習 我覺得今天這堂課值得學習的 知識含量是很高的 而且是高階的東西 就是剛推移的選手 但是也不能怪我們現在台灣這些教練 他剛剛自己也有講 他在韓國也是都這樣子教 也是都這樣子打 他是到了美國才學的這一套 據我所知台灣的一些打擊教練 其實也開始教這些東西了啦 因為沒有長期的學習 再加上自己沒有長期的去做 這樣子實際的體驗 所以沒有辦法學到非常非常的多 非常非常的深厚 同時也要給我們國內 有非常多的職棒教練 他們都是自費來美國 向我們來學習這種東西 這個是需要給肯定 而且據我所知這些教練自己的進修 選手自己的進修其實都是自套腰包的 跟我們這一趟行程是一模一樣 所以這些知識他們多半也都知道 只是能不能傳達到選手 因為選手不會想要剛學到的東西 就直接上場用 這個要脫離舒適圈一段時間啦 職業選手他有成績上的壓力 那他有他的時間壓力 我覺得棒球是一個真的非常尷尬的運動 團體成績重要 大家要知道棒球是團體運動 但是他剛自己也有講 好的選手他們都是自食人 年底彈薪水的時候看的是你的RBI 看的是你的權力打數 看的是你的安打數 他不會去看那些無形的有效的攻擊啊 看你的刨壘好不好啊 這一集影片之前上架的影片 刨壘那一集 大家可以再回去看 那個真的非常非常有價值 如何在團隊以及個人之間 取得一個平衡點 這個是大家要去思考的 對我覺得這一集是含量超高 如果有必要我們還會再來 他今天只教我們下盤啊 他今天只教我們要往天空打 那這些東西說實話 我在教我的學生也是這樣教 往天空打 不要再往地上打 大聯盟有一句話是這樣說 往天空打才有錢 往地上打 你就等著回家吃自己 因為我們現在有江振浩 江教練他的聯絡方式 如果有職業選手 有一般的學生 你們有興趣想要過來這裡訓練的話 可以聯繫我們 那影片到這裡結束 喜歡影片完訂閱再分享 可以打開小鈴鐺 伊恩不用再講了 已經講到大家都知道他了 找我買賣房子 OK Instagram 跟信箱幫我 可以上去 我的跟爆掃的也要可以上去 OK 我們下次見 拜拜